我在时光的流年里,静待春暖花开。 朋友们好,欢迎来到我的频道,今天要给大家分享这样一个故事。 丈夫出轨她白月光,为征服养权,我净身出户,而她风光大娶,谁料五年后,前夫车祸瘫痪,白月光卷款跑路,婆婆跪求我复婚,我一句话让他们全家彻底傻了眼。 都说至亲至书是夫妻,夫妻俩人,有的人是互相吸引而走到一起,而有的人恰恰是某种需求而走到一起。 也许正因如此,两个陌生男女成为夫妻后,除了是至亲的亲人之外,同时也是利益的分割体,一旦利益发生冲击,那么,两人之间不但不是亲人, 甚至还有可能是仇人。 正如下面这个故事中的邹芳一样,结婚七年,婚后夫妻俩人一起加盟了一家美容美发的连锁店,可孩子四岁时,她发现丈夫有外遇,为了争取孩子的抚养权,她净身出户,而丈夫却风光再婚。 五年后,她带着女儿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,而前夫却发生车祸瘫痪,不但被现任离婚,而且所有的存款也被前任卷走。 前婆婆找到邹芳,求邹芳回去复婚,说,我儿子需要你,我们家不能没有你。 邹芳会怎么做呢? 我们一起走进邹芳的故事,口述,邹芳。 我和前夫当初是相亲认识的,相对来说,她的家庭条件要比我好很多,她的父母已经为她在镇上买了房子,而她自己在外面打工时买了车。 再说,她是一名理发师,也算是有一门吃饭的手艺,总的来说,见过面后,对她各方面都挺满意的。 而我的家庭情况就比较普通,我父母都是农民工,还有一个弟弟在读大学,唯一拿得出手的就是一张文凭,不过,我也不是靠那文凭吃饭。 只是,整体条件来说,我们确实不如,南方很多,甚至可以说是门不当户不对,旁人都觉得我们成不了,可偏偏我们却成了,记得当时所有人都觉得我高攀,甚至还有人议论说我失利眼,看中南方有房有车。 我并没有在意,毕竟,他们并没有说错,我就是看中了南方的条件比较好,最起码嫁进来的话不会过得太辛苦,我自认自己不是什么不食人间烟火的仙女,做不到使金钱如粪土。 所以说,被别人说几句闲话也是正常的,可母亲却受不了这样的嫌弃,每次听到别人的闲话都忍不住和别人吵起来。 这些事情,哪怕吵赢了也没意思,还会让自己更加生气,真的没必要。 而更让外人议论纷纷的还是南方给的彩礼,按整个行情来说,彩礼基本在八万左右,可南方却给了我十六点八万的彩礼,足足翻了一番。 有了这笔彩礼,父母更加开心,从表面上来说,对方给这么高的彩礼,不仅仅只是显示家庭条件,更是显示出南方对女方的尊重,这让我和父母都觉得有面子。 虽然相亲认识,彼此之间没有感情,但通过这件事情后,我对丈夫或者说婆嫁人的好感,可以说是节节上升。 不过,南方同样提出要求,希望女方起码要带回一半的彩礼,对此,我们都觉得合情合理。 婚后,前夫和我商量说,打算自己加盟一家美容美发的连锁店。 前夫说,我是理发师,而我会美容,我们两个做夫妻搭档刚刚好。 前夫的话,让我很心动,毫不犹豫就把赔价的十万现金拿出来交给前夫,让他做启动资金。 那时候,我一心一意想要和他把日子过好,从没想过要给自己留退路。 大家都说我太老实,而却觉得既然是一家人,那就要以诚相待。 只是,我忘了人心隔肚皮,更何况还是夫妻之间,没有什么是不变的。 我们的生意非常好,不到半年就回本了,从刚开始只有我们夫妻两人,半年后就添了一个理发师和两个洗头的小伙子,还招了两个学徒。 这间不大的美容美发店也算是五脏俱全了,我和前夫各有个需要负责的工作,不过,整体上来说,我们也算是一个团队。 生意走上正轨后,我怀上了宝宝,前夫让我休息,说,没有什么比你和孩子更重要的,以后外面的事情就交给我,你在家照顾自己和孩子就行了。 我被前夫这句话填道了,怀孕后,我就成了全职太太,专门在家待产,前夫为了不影响生意,还请了两名员工,专门做美容这一块的。 而我不知道的是,我的退居二线恰恰给这段婚姻埋下了一颗破坏性极强的种子。 女儿出生后,我原本打算重回店里,然后给女儿请保姆,可是,所有人都反对,包括我娘家人。 他们都说,外人照顾,哪有做母亲照顾的好。 请保姆还不如自己照顾,只有自己亲自照顾,孩子才会跟你亲。 再说,家里又不缺你那份工资。 有些话听得多了,真的很难去坚持自己的想法。 我就是在这样的情形下妥协了,哪怕心力不高,可是,一个人怎么去和一群人对抗? 我虽然很想回到店里,但是,可能是不想影响夫妻关系,也可能是意志力不够坚定。 最后,我还是听话地留在家里照顾孩子。 都说经济独立,才有话语权。 自从做了全职太太后,我就完全失去了话语权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和前夫越来越无话可说。 他说外面的事情,我插不上话,我跟他说孩子的事情,他不感兴趣,我们两个渐渐地变成各自过各自的日子。 在女儿四岁的时候,该发生的事情还是发生了,前夫和店里的美容师发生了关系。 而更让我忍无可忍的是,前夫居然把我们的连锁店转让给那美容师。 我知道的时候,一切都晚了,为此,我大闹着要和他离婚,可这正是前夫想要的。 他知道我心里只有女儿,故意以女儿来要挟,如果我想要女儿的话,就要净身出户。 为了争取女儿的抚养权,也为了尽快结束这段失败的婚姻了。 离开这个男人,我答应了前夫自愿净身出户,只抱着女儿走了。 为此,父母不知骂了我多少遍,他们一直骂我假装清高,还骂我不应该要女儿,说,你真没用,那么多钱都便宜了别人,要孩子有什么用? 如果你想要孩子,以后大把要机会生,还在乎这一个吗? 我没有理会父母的谩骂,只是带着女儿离开了。 我和女儿前脚刚走,前夫就风光在婚,听说在市里最有名的大酒店包厂,办了一场非常隆重的婚礼。 不过,这些都与我无关了,我带着女儿来到另一个城市,在老同学的帮助下,重新从零开始,做回我自己的老本行, 租了一间小店铺,卖化妆品,同时也做美容。 因为想要节约点成本,更想快点把欠老同学的钱还上,根本不敢请人,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在做,有时候老同学看我忙不过来,也会到店里帮忙。 而女儿,除了上幼儿园之外,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老同学家,她的婆婆帮忙照顾,包括周末。 说实话,如果没有老同学帮忙的话,我真不知道自己会变成什么样子,也许在某个车间里打螺丝,也许背着女儿扫大街,绝对不会有如今体面的生活。 正是有了老同学的帮助,我不但有了属于自己的事业,还可以陪在女儿身边,看着她长大,老同学是我生命中真正的贵人,后来,老同学成了我女儿的一母。 我以为我与前夫之间,从开分的那天起就是桥归桥,路归路,哪怕有交集,最多也只是因为女儿。 可是,我没料到,五年后,前婆婆会那么快找上我,而且还是来求我和前夫复婚,而在婆婆的哭诉中,我拼凑出大概原因。 原来,前夫和现任的孩子出生后,前夫以为那是她的亲生儿子,对孩子非常好。 可是,孩子长大一点后,很多人都说孩子长得不像她,刚开始她并没有在意。 可是,儿子总是流鼻血,前夫担心儿子身体有其他问题,带儿子到医院做检查,检查血型后才发现。 儿子的血型和父母的血型完全不一样。 经过咨询,唯一一个结论是,除非那不是她的亲生儿子。 为了让自己心安,前夫去做了亲子鉴定,结果出来,她才发现自己白白给别人养儿子,自己做了便宜父亲。 这还不算最糟糕的,最糟糕的是现任在她不知情的情况下,把她的连锁店转让了,还把所有的存款都卷走了,却把儿子留给她。 前夫什么都没有了,却多了一个不是自己亲生的儿子,可想而知她过得有多憋屈,从此一蹶不振,甚至直接把孩子丢给老人,自己则天天跟一堆朋友在外面混。 一个家就这样散了,儿子不争气,前婆婆也跟着受罪,可这仅仅只是开始,一场灾难正在来的路上。 前夫和朋友喝酒后,本来朋友安排她住旅馆,可她却偷偷从旅馆出来,直接开车回家。 回家的路上发生了车祸,车祸导致她腰下部位失去了知觉,这样的打击更是让前夫痛不欲生,她整天拍打双腿,希望双腿可以恢复知觉。 可是,无论她怎么拍打,奇迹依然没有出现。 从那以后,前夫更加自暴自弃,甚至还怨天尤人,把对现实的无助都发泄到照顾她的双亲身上。 两个老人不但要承受儿子变成废人的现实,还要承受儿子对自己的语言暴力,日子真的是苦不堪言。 也许是日子过得太绝望了,想要有人帮忙分担,前婆婆就想到了我,毕竟在他们看来,我不但好说话,关键是还带走了他们家的孙女,他们认为,哪怕看在孩子的份上,我也应该会回来。 心里存着这样的妄想后,前婆婆一刻也不想到,四处打听托人找我的地址,终于,不知是谁把我的地址告诉了她,她直接找到我,见面就哭,还让我回去跟她儿子复婚。 说,不看在往日情分上,也应该看在孩子的份上,哪个孩子不希望有爸爸?再说,做父母的不就应该让孩子有一个完整的家吗? 我直接把她赶出去,告诉她说,第一,我早八百年就和你儿子离婚了,我和你儿子已经没有任何关系,第二,我不是救世主,如果你想要找人免费伺候你儿子的话,那你找错人了。 前婆婆为了能让我心软,居然跪下来求我,可是,经过这么多事,我又怎么还会为他们心软? 想想当初前夫出轨,不但没有人为我说半句公道话,甚至还让净身出户,而且,还带着孩子,那时候,他们怎么不知道要念旧情,不知道有孩子? 现在来跟我谈情,妄想我回去给他儿子做免费保姆,真不知他们是怎么想的,要知道我们之间早就没有情了,甚至连恨都谈了。 这就是我对前夫及前夫一家人的心里话,我只希望我们都互不打扰,如果女儿长大了,她想回去照顾自己的父亲,我也不会拦着, 毕竟,有些事情拦着,只会让女儿心里落下伤疤。 如今,知道前夫过得不好,我也就放下了,对前夫无怨也无恨,大家各自保重。 接下来,再给大家分享另一个故事。 儿子想换个人当妈,要他爸和我离婚,如今他却跪着来求我原谅。 六年前,我尽心尽力地照顾这个家,换来的却是老公的出轨,婆婆的冷眼,甚至连儿子都不要我。 我有新妈妈了,你给我滚出去。 我依旧记着当初儿子秋明大骂着把我赶出他房间时的场景。 这是他第五次和我表达不想要我这个妈了,而他口中的新妈妈是我老公邱志强的秘书奇曼。 回到自己的房间,我早已经泪流满面,难道真的是我错了吗? 我也曾反思,为什么女儿眉眉那么懂事听话,秋明却如此野蛮不讲道理呢? 这一切都是他爸的大男子主义和婆婆的宠意导致的。 我叫他学着做家务,他爸却说,男人的手是用来做大事的,不是用来做家务的。 我叫他学着手洗衣服,他爸说,有洗衣机,谁还这么傻。 我叫他学着煮饭,他爸说在家叫外卖,不行,还可以出去吃。 我叫他多读书,婆婆说,小孩子就是该多玩,以后学习来得及。 我叫他多喝牛奶,婆婆整箱整箱地给他囤饮料。 甚至他在学校里打人,婆婆还告诉她是对的,接着私底下拿着钱找对方家长和解。 为此,我经常和他们大吵大闹,秋明也学会了顶撞我,甚至用东西砸我。 在他眼里,我就是婆父,而他爸和奶奶才是善人。 真好,他们毁了秋明的成长,却得到他的欢心。 嫁给邱志强之后的三年时间里,我生了两个孩子,姐姐秋梅,弟弟秋明。 因为第一胎是女孩,婆婆不喜欢,就找了个借口说辛苦我的付出,所以让女儿跟我姓。 儿子出生之后,婆婆和老公都很高兴。 我也知道,他们对秋明的重视,外加美美本身就很听话,所以我也把更多的重心放在了培养秋明身上。 我付出了十二年的青春,其中的艰辛只有我自己知道。 曾经我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业务经理,一年掌管着公司上千万的项目。 但是为了照顾这个家,我选择了辞职。 其实邱志强娶我也是有目的的。 他也是一家上市公司的业务经理,最大的竞争对手就是我的那家公司。 娶了我,不仅让对手少了一个业务核心,还从我这里得到了不少资源,可谓是一石二鸟。 不过我也乐意,毕竟从恋爱到孩子出生的那几年,他确实对我很好。 曾经我也是大学里的学霸女神,追求我的人数不胜数。 进入职场之后,更是带领一整支业务团队的精英女强人。 看着镜中的自己,除了每周靠面膜、勉强保持住的胶原蛋白之外,我只剩下这臃肿的身材。 完全没有一点点四十岁女人应有的知性和魅力。 邱志强的出轨,其实我早就知道,西装上故意留下的名牌香水味就是某个女人对我赤裸裸的挑衅。 我知道,对于一个事业有成,而且不到四十岁的男人,身边注定有一些投怀送抱的女人。 毕竟自从生了儿子之后,我们就几乎没有过夫妻生活,所以我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,就当作弥补邱志强这一块的需求了。 事实证明,女人的一再忍让,只会让出轨的男人变本加厉。 邱志强先是增多了夜不归宿的次数,接着居然明目张胆地把人带回家里。 这个女人就是她的秘书齐曼,一位年仅二十四岁的大学毕业生,除了大到夸张的上围,我真没看出她的特别。 对,还有一点,她打王者荣耀很厉害,能带着邱明上份。 行吧! 虽然邱志强只是以工作的缘由带齐曼回家,但也还是带回家了。 虽然邱明是我的亲生儿子,不过既然他已经口口声声说不要我这个妈,想要换个人当妈,那我就成全他们吧。 接下去的时间,我花钱雇了一位私家侦探帮我收集邱志强婚内出轨的证据。 然后,我一边学习和留意最新的行业资讯,为付出做准备,另一边我去健身房办了一张卡,决心改变一下自己的形态。 黄宜娇 我妈说:"你天天不在家,没人煮饭,也没人带看孩子,你到底在干嘛?" 不过才一个月而已,邱志强就已经不习惯没人做饭做家务了。 我婆婆那更是食指不沾羊春水,纯粹就是来养老的。 自从多年前公公过世之后,她每天一早就约着几个姐妹去喝早茶,午休之后就去打麻将,晚上再去跳个广场舞。 我妈说:"好不惬意!你可以让齐曼做呀,反正你都已经让她住家里了。我嘲讽着。她她只是偶尔来帮我工作的,你又不一样。你是……对,她才是新的邱太太,我才是那个保姆,我抢过她的话,冷笑着。你你别给我扯其他的,能过就过,不能过就离。 邱志强一脸不悦,但是我知道这才是她的目的。不过现在还不是时候,我故意装出一副委屈的样子,哭了起来。 我知道你嫌弃我胖了,丑了,所以我办了一张健身卡,不就是为了恢复身材?你居然也要怪我。 看到我在哭,丑志强语气也和善了许多。算了,算了,你要练就练,可以和我提前说一声,我雇个保姆,就是,但是你总得照看明明吧。我才不要她看,我要慢慢阿姨做我妈妈。 丑志强话音刚落,丑明就大喊了起来。哼,这就是我养了十年的儿子,不过也好是丑明的话,让丑志强更加尴尬。 在这诡异的气氛里又过了一个月。我收到了私家侦探收集好的证据,是时候离开这个家了。 丑志强,我们离婚吧。我当着全家人的面把离婚协议丢在他面前。丑志强故作惊讶,不过我瞥见其慢和婆婆的嘴角微微上扬,而丑明更是直接鼓掌,还冲着我做鬼脸。丑志强看完一脸愤怒离婚可以,你想要七百万,做梦?是吗? 我冷笑着,打开手机视频丢了过去,并且对着丑明和丑梅说,你们先走开。 女儿倒是乖乖地走开了,丑明本来不肯,不过在我犀利的眼神中,婆婆似乎读懂了什么,拉着丑明走开了。 丑志强点开视频,其慢也探过头看了看。不看还好,一看更尴尬了。 视频里,丑志强和其慢在办公室里急不可耐地做着运动,时不时说着一些下流的话语。 黄怡娇,你居然偷拍我,太卑鄙。 丑志强话还没说完,我又丢了一叠照片在桌面上。 其慢瞄了一眼,直接转过头,脸也更红了。都是他和丑志强出入各种场所的亲密照。 怎么?敢做不敢看?你的身材确实很诱人,不过我也想提醒你一句,你也会老,未来还有身材更棒的女人,你好自为之。 我一脸鄙夷的看着其慢。 邱总,公司还有事,我先回去了。其慢毕竟还是很年轻,不敢直接顶撞我,找了借口就先走了。 你既然不要房子和股份,我最多答应给你四百万。 你有超过一半的财富是靠我的关系赚来的,七百万很公平,你如果不同意,明天这些将会出现在你公司里。 听着我的话,邱志强愤怒地把桌面的碗碟摔了个粉碎。七百万基本是抛开房产之外,邱志强所有的财富,愤怒也是正常。 不过我没有理会,淡定地准备朝门口走去。 算你恨?拿去!邱志强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写了名字。第二天,邱志强准时出现在了民政局门口,不过多带了一个人,我的大女儿。邱梅说,一定要跟你。哼,女大不中流。我没说话,紧紧抱住了女儿,眼眶早已湿润。 考虑到还需要等一个月才能正式离婚,所以我先租了一套房子,带上梅梅搬了过去。之后,我联系了曾经的老板。 再听说我有一项重回职场,老板像是捡道宝一样。 不过我也表示,自己虽然最近有留意行业动态,但是毕竟十几年没接触项目了,所以需要一点时间。 老板考虑之后,也答应了我的请求,先把我调到分公司适应一段时间。 刚到分公司的时候,部门的负责人足足比我小了十岁,外加还是博士学历,自然对我有些看不起。 我也无所谓,即便是一些打印、复印的工作,我都照样配合。 一年的时间,我几乎都在熟悉新的业务和拓展新的人脉。 很快,我的业绩已经成为分公司的头名。 曾经的部门负责人对我的称呼也从黄大姐变成了黄总。 我之所以选择分公司,就是为了避开和邱志强的公司正面碰撞。 先把他们看不上的乡镇小单子都拿下,战略就是农村包围城市,最终的目标就是扳倒塌。 第三年,我回到了总公司,正式接手业务部。 一次产品代理会议上,我又碰到了邱志强。 黄一交,我就猜到你会回去,不过又能怎么样呢? 十几年没碰,吃一点小单子就以为能和我抗衡。 你也不看看自己那水平。 那还希望邱总看在我们曾经的关系上,高抬贵手呀我恭维着。 邱志强最大的弱点就是自负,只要他的情绪一乱,所有决定都会做错。 我曾经提醒过他很多次,只是本性难移, 那会由我帮他把关,所以他还算做得不错。 现在? 我就准备拿捏他这个弱点击败他。 邱总,听说您又准备结婚了。 我玩味地看着他。 哪有怎么样? 慢慢比你温柔多了,明明也喜欢他。 是吗? 那我提前恭喜你了,小心不要再离婚,又要被分走一大笔财产哟。 你,邱志强压抑着嗓音里的发颤,怒得挑眉离开了。 那天的代理会也正是我和邱志强公司的转折点。 半年之后,我顺利拿下国内最顶级项目的代理权,直接开启了吞噬市场的霸道模式。 邱志强急着想要反击,结果选择了最笨的方法——降价。 然而这已经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,因为并非传统的价格之战,而是我对它的降维打击。 就好比我已经开始销售数码相机,邱志强还企图继续靠卖胶卷赚钱。 也难怪邱志强以前有我给他的资源,自然业务可以风生水起。 然而市场每一秒都在风云变化,他不去追踪最新的产品,却依旧想着靠曾经的人脉资源做生意,不败才怪。 不出一年,邱志强的公司已经出现严重亏损。 原本这种情况,他大不了辞职就行,可是离婚之后,邱志强为了加速赚钱,把收入都投入公司,成为了一名小股东。 所以当这艘泰坦尼克号撞上冰山,他也只能一起沉入海底。 偏偏这个时候,齐曼刚生产完,已经预定好的月子中心不得已被邱志强退掉。 孕妇产后,情绪本来就不稳定,齐曼还被邱志强扔回娘家去做月子,几番争吵之后,彻底抑郁了。 一天,我收到了邱志强的电话,想要和我见面,在我们第一次约会的咖啡厅。 我内心感到一阵恶心,还想靠着这种怀旧的套路挽回前妻吗?不过我还是赴约了。 娇娇,我好后悔,是我当初邱志强,有话直接说。 我不想看他声泪俱下的铺垫,直接打断了他。 邱志强没想到我这么直接,双眸里阴郁有些压抑不住了。 他扯了扯嘴角,艰难地说道:"我知道我们回不去了,但是你能看在曾经夫妻一场的份上,给我点钱吗?" 不能。 邱志强垂着头,拿起咖啡勺搅拌着咖啡,不停碰撞卑鄙,发出的声音在落寞的气氛里显得格外刺耳。 没事我走了,今天的咖啡我请,以后别见面了。 说着我准备走去吧台。 你真想看着我破产吗?明明毕竟还是你的亲生儿子啊。 邱志强别离婚了,还让我看不起。 要不是你当初教邱明大男子主义,他能选择不要我这个吗? 我没有回头。 过了几天前,婆婆带着邱明直接跑来我的公司大闹。 黄一娇,你这个不要脸的女人,害得阿强破产,我们一家要露宿街头。 看看明明,怎么说也是你的亲儿子啊?怎么有人这么没良心? 听到前婆婆在责骂我,邱明也声泪俱下地跑了过来想要抱我。 我一把拦住,眼前的邱明除了长高了一点,整个人胖的五官都挤在一起,长长的指甲里还都是污垢。 我不敢想象,这油腻的男孩曾经是我的儿子。 妈,我错了,你带我走吧。 从你选择不要我的时候,你就应该明白我不会再管你。 你想跟我不过是接受不了现在的生活。 我和你爸离婚的时候,你说我不配,所以你选择了他,既然这样,你就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。 前婆婆听到这里,直接给了我一耳光,公司的保安见状直接冲上来,把他们拉了出去。 见他们离开后,我也准备出门见客户。 我刚走出办公大楼,一辆急速行驶的小车向我冲来。 我被突如其来的状况吓到,站在原地没动。 这时一个保安冲出来拉了我一把,但还是被撞到。 不过还好这一拉,我才没有正面被车撞上,摔到一旁,只是擦破了手臂。 只是我看到车上的人,我彻底心碎了。 开车的居然是前婆婆,秋明坐在副驾。 见到我只是轻伤,前婆婆气得咬牙切齿,旁边的秋明则喊道:"奶奶,快走,警察要来了。 前婆婆恶狠狠地盯着我,准备离开,却被保安带人拦下来。 然而,她居然做出更夸张的行为,想要冲出去,结果撞上了出口的两台小车。 接着警察就来了,把我们都带到了警局。 邱志强也急急忙忙地赶来了。 娇娇,求你不要起诉我妈。 她都准备杀了我,你觉得可能吗?我愤怒地看着她。 这已经构成故意杀人罪未遂了,另外她还撞毁了两台车,涉嫌寻衅滋事和故意毁坏财物。 没等警察说完,邱志强已经崩溃地抓着头发大哭,她知道即使我不追究,前婆婆坐牢也是注定的了。 我最终没有选择和解,前婆婆多罪并罚被判六年,还要赔偿车辆的损失。 从那之后,我就再也没见过邱志强和邱明,只是听说齐曼抑郁之后选择了和邱志强离婚。 邱志强带着邱明和齐曼给他生的儿子回去了老家。 如今的我不仅年薪百万,而且老板还给了一小部分干股,我的身家也已经超过千万。 宝贝女儿遗传了我的聪明,今年高考的成绩六百二十分。 虽然清华北大事不可能,但是二一一的大学还是可以随便选的。 在三考虑之后,我和老板申请调往北方的一个分公司,可以靠近女儿读书的大学,我也决定开启新的生活。 离开这座城市,离开那些曾经不美好的回忆。 回望这些年的经历,我才明白,不要高估人性的善,更不要低估人性的恶。